近日參加完何超年 和會夫鬥囂的世紀婚禮後 超雲就啟程去了日本 和任職消防員的未婚夫 展開甜蜜之旅 他早前在網上 曬出了多張恩愛的合照 而最近他有分享 行日本神社的影片 雖然不見他未婚夫的蹤影 但他就拍下了自己的長彩片段 看上來心情不錯 不過未婚夫就無辜中槍 佳應近日一個30歲 姓黃的香港男人 和老婆從日本 屍嫌侵犯一個日本女性被捕 更加被爆出任職九龍區一間消防局 由於同性又同職業 又這麼巧起日本 所以引起了網民的意義